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就想跟大家講一下 期權在結算那一天 有一些玩法大家可以嘗試去做 不是百分之一百會贏 但是要看你的技巧 有機會其實也是講這個機率 在結算那一天 其實整個期權 如果是已經是接近沒有時間值 因為已經是最最後結算那一天 假設現在是二萬八千點 譬如今天是30號來的 現在是二萬八千點 二萬八千點的時候 一套call和一套put 如果一開市買的時候 你看一下它是開多少點 譬如假設它是開在二百點之內的 即是說一個百分之一不到 那打和點就是說二萬八千二 以及二萬七千八 那就看看市況 究竟它會不會超過這個數 曾經過這個位 如果曾經過這個位的時候 你就有機會就是賺了那個差價 很簡單 你買了一套是二百點的 曾經那個期指是去到二萬八千二百五十 那你沽一張期指的時候 那你已經套了五十點的利潤了 那這個是有些人 會在期指結算那一天 是做這一套動作 那可能我說這麼多 你都未必知道我說什麼 因為大家不熟期權的運作 但是我曾經都有去結算 去試去玩這個遊戲 那都是一個機會率 那並非每個月的結算都會像我這樣說 那也都要看看結算那天一開出來的 那個期權金是多少 每次不同的 但是世界上是會存在這樣的機會 那有什麼不明白可以留言大家聊一下 那其中是一個挺有趣的遊戲 那我經常都是用一個遊戲的心態 一個試的心態去看那樣東西 那你只有參與 你才知道整個運作是怎樣的 今天想說個期權 最最後那個交易日的玩法 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